字幕by エンジェクト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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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的冲衣世界 今天在冲衣世界要做的是这一支 Adventure Time 里面的那一支Jack 我们今天要用橘子色做 那如果你要跟我做一样颜色 他的身体主要的颜色橘子色 需要103條彩虹圈 黑色的部分需要4條 白色的4條 那彩虹圈準備好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囉 在我們開始之前我們要把彩虹編織器 設置成這裡有一個倒過來的三角形 把紅色箭頭往外面指 那首先呢我們要做他的手臂的地方 手臂的地方我們要拿兩條彩虹圈 從第1到第2 再拿兩條 從第2到第3 那繼續往上排排5次 3 4 5 那排完5次之後呢 我們在這裡要做一個Cat Band 拿一條彩虹圈 轉一次 兩次 那這個Cat Band就會有三個小圈圈 那我們現在都做好之後呢這個手必需要兩個 所以我們重複這個動作再做一次在你的右手邊 一樣拿兩條彩虹圈 往上排排5次 5次 4 5 5 那5次之後呢 一樣在這裡做一個Cat Band 如果你覺得在這邊直接放上去呢 比較難 那你可以用彩虹棒 在彩虹棒上面繞一次 2次 你就可以看到有三個小圈圈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 這是另外一種方式 那兩邊都排好之後呢 我們把彩虹編織器 把它轉過來 好那現在我們就可以開始做編織的動作 從這個Cat Band進去 這三個小圈圈下面 把最下面那兩條 搬出來 往上 掛到下一個 那繼續往上掛 掛到最後一個 掛到最後一個 那這邊編好之後呢 再回來這裡 把另外一邊 也拔編起來 一樣 從這個Cat Band進去 把最下面那兩條 翻出來 往上 掛到下一個 那繼續往上做 做到最後一個 把彩虹編織器放在這裡 那都做好之後呢 把彩虹編織器放在這裡 輕輕的把它拉出來 把兩條都拉出來 那這個是它手臂的地方 那拉出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拿出來 放在邊邊 我們等一下再用 那現在我們要做這一條 就是它鼻子的地方 那這一條像單列手環一樣 你可以用手做 也可以用編織器做 那它的長度也是五條 所以如果你要用編織器做呢 拿一條彩虹圈 往上排 往上排 排五次 那排完五次之後呢 一樣拿一條彩虹圈 做一個Cat Band 轉一次 兩次 那這裡就會有三個小圈圈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把彩虹編織器 轉過來 那一樣 做同樣的編織動作 把它編起來 編織好之後呢 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 拉出來以後呢 我們要拿一條彩虹圈 翻過來 然後綁一個結 好那這一條做好之後呢 我們把它放在邊邊 待會再用 好那我們現在要開始做它身體的部分 身體的部分呢 一樣 紅色箭頭往外面指 那從下面往上排 我們現在拿兩條彩虹圈 從第一個中間到第一個左邊 再拿兩條 左邊繼續往上排 排到最後一個 好那都排好之後呢 我們現在 再回來這裡 做同樣的動作 坐在右手邊 一樣拿兩條彩虹圈 從中間到右邊 右邊往上 繼續排 排到最後一個 好 那兩邊都排好之後呢 我們現在再回來這裡 現在我們要排中間這一排 中間這一排只要排六次就好了 所以我們拿兩條彩虹圈 從第一到第二 繼續往上排 排六次 這是3 4 5 6 那六次排好之後呢 我們再回來這裡 我們先要做他眼睛的部分 他眼睛的部分呢 我們要先做眼球 用白色的 拿一條彩虹圈 轉一次 兩次 三次 你就可以看到有4個小圈圈 再拿一條白色的彩虹圈 轉一次 這樣你就會有兩個小圈圈 然後把第一條翻進來 把兩邊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這個就是他眼球的部分 那這個眼睛 我們需要兩個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 再拿一條彩虹圈 轉一次 兩次 三次 再拿一條彩虹圈 再拿一條彩虹圈 所以這裡又有兩個小圈圈 兩邊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那我們現在拿一條他身體的顏色 把這個眼球搬進來 兩個都搬進來 這裡會蠻緊的 所以稍微拉一下 這樣會比較容易 那搬過來之後呢 我們把它掛在這裡 第二個右手邊 到第二個左手邊 那眼睛一邊留一個 那兩個眼睛分開來之後呢 中間這裡 你可以看到有兩條彩虹圈 把其中一條 翻過來這裡 掛在這裡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他的手臂 把它連在這裡 那他的手臂呢 我們要連在這一針 從下面算過來 一 二 三 四 第四針 那你可以用彩虹棒幫忙把它放進去 放回去彩虹棒 那另外一個手臂放在右手邊 一樣 從下面算上來 第四針 這裡 一 二 三 四 那手臂都連好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做鼻子 還有這兩條的部分 那鼻子我們要連在這裡 那鼻子的地方呢 我們拿一條黑色的彩虹圈 轉一次 兩次 三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四個小圈圈 所以拿一條黑色的彩虹圈 把它翻過來 兩邊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那我們現在把這一個掛在這裡 我們中間這裡有五條 所以我們找中間的那一條 如果你從這邊算過來 一 二 三 第三條 所以兩邊都各兩條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鼻子上面 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要排橫的部分 橫的部分呢 拿一條身體的顏色 在彩虹棒上面轉一次 你就可以看到有兩個小圈圈 把它掛在這裡 所以這一個橫的部分是一條彩虹圈 繞兩次 所以是有兩圈在上面 再拿一條彩虹圈 掛在這裡 做一個倒過來的三角形 再拿一條 再做一個 所以這裡總共有三個倒過來的三角形 最後這一個呢 我們要用兩條 放在這裡 也是做一個倒過來的三角形 但是放上去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兩條翻過來 所以這裡看起來應該是長這個樣子的 好 那我們現在都排好之後呢 最後這裡要做兩個cappen 拿一條彩虹圈 轉一次 兩次 你就可以看到三個小圈圈 掛在這裡 好 那現在都好了之後呢 我們回來檢查一下 你現在在彩虹編織器上面 看起來應該是長跟我一樣的 那都好了之後呢 把彩虹編織器轉過來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做編織的動作囉 從這邊下去 這三個小圈圈 下面有兩條 把最下面那兩條搬上來 往上掛到下一個 然後繼續這樣子編 一直編 編到最後一個 那到最後這裡呢 我們把最下面兩條搬出來 刮到中間 那現在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回來這裡 把左邊這一個也編起來 那編織的動作都是一模一樣的 把最下面兩條搬出來 往上掛到下一個 那繼續這樣子做 一直做做到最後一個 那最後這一個呢也是一樣 從下面抓出來 刮到中間 那我們現在兩邊都編好之後呢 回來這邊把中間的也編起來 最後這裡呢 把最後兩條拉出來 一樣往上掛到下一個 那這邊也是一樣 從這個三角形裡面進去 把最下面兩條拉出來 刮到下一個 那這裡呢記得要從這個 這個鼻子的地方 這個鼻子的地方 還有這個黑色的 這個鼻子的地方 裡面進去 一定要從裡面進去 如果從外面進去 你如果從外面進去 等一下出來它會掉出來 然後把最下面那兩條橘子色的 拉上來 刮到下一個 那這樣就全部都編好了 好那都編好之後呢 我們再回來 檢查一下 看我們有沒有全部都編到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編的時候 有時候不小心會漏掉 尤其是初學者 漏掉都不知道漏掉了 那這每一個交接點 你應該都可以看到有一個小雨滴 如果沒有看到這個小雨滴 你表示你漏掉沒有勾到 那你只要漏掉一個 等一下拉出來全部都閃掉了 那就會很灰心 所以在拉出來之前 檢查一下是最好的方式 然後確定你都編好之後呢 把彩虹棒從最後中間 這個洞洞伸進去 拿一條身體的顏色 這個是我們的安全帶 把這個安全帶抓出來 兩邊都掛在彩虹棒上面 把一條從另外一邊抓過來 這樣它就會綁一個結在這裡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慢慢的 把它抓出來 那剛搬出來的時候會長這樣歪歪的 那沒關係 我們把它整理整理就好了 把眼睛搬出來 因為它的鼻子在這一面 所以我們要把其他的部分拉過來 這樣它才看得到 這樣它才看得到 那把它整理一下 這個是它手臂的地方 如果手臂的地方你要讓它朝下呢 這樣子拉一下它就會下來 那眼睛的地方呢 那中間這兩條呢 我們要從這邊 把它拉過來 在這附近這兩條 這樣子 那另外這一邊也是 從這邊這兩條 然後把它拉過來中間這裡 然後這個鼻子我們可以把它扳到下面來 從這個洞洞 扳下來 這樣子這一條它就會在上面 那眼睛呢 我們外面還要再繞一條黑色的 所以它看起來比較像眼睛 那我們拿一條黑色的彩虹圈 放在你的手收上面 放在你的手收上面 在這個眼球上面 在這個眼球上面 繞兩次 轉一下 所以它就會有兩個小圈圈 在眼球上面 那另外這一邊也是一樣 拿一條黑色的彩虹圈 放在你的手收上面 在這邊繞一圈 然後轉一下 再繞一圈 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這個 那這個安全帶呢 我們可以把它藏起來 你可以把它繞一繞 繞在這裡 或者是藏在裡面也可以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幫我點一個讚喔 然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如果有新作品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第一個看到喔 然後我也誠摯的邀請大家參加我的粉絲團 跟我們一起分享你的作品 謝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